这是我见过最变态的杀人狂 每次目标都是穿着短裙的女孩 她会脱下女孩的丝袜 随后用丝袜将对方活活勒死 除此之外 凶手还会在尸体的脚海留下印记 标记着是自己杀死的第几位女性 目前为止 已有6名少女被杀 而第5位被害人的尸体 始终都没有被人发现 为此警方在全镇展开了低毯式搜索 但仍旧一无所获 直到这一天 新警钢太听到两个女孩在聊天 案件终于用了一点眉目 女孩说村里面大部分的小狗都不见了 一定是被哪个混蛋偷走 下锅给炖了 女孩亲眼目睹 自己的狗子丢失当天 一个高中生出现在了村头门口 很快刚才便带着正在搞 来到了高中生的家里 这是一处高档片树 每扇窗户都被报纸糊得死死的 刚才来到房子的后院 果然在靠墙的地面上 发现了几个龙旗的土包 这很有可能是5号被害人的藏尸之所 他走上前用双手跑开泥土 打开深埋地下的尼龙丝带 毫不犹豫地将手伸了进去 不出所料 刚才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一旁的正在搞险些吐出来 而始作俑者却站在墙角 淡定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审讯室里刚才质问男孩为什么杀人 男孩一脸困惑 死不承认 原来现场发现的都是狗狗的尸体 死状极其凄惨 刚才认为男孩和正巴林一样 拥有变态型人格 如今杀狗已经无法满足他的变态心理 因此才选择杀人 男孩名叫金科拉 身高一米八 起初他还在鼓鼓哀求 自己真的没有杀人 希望警方能网开一面 眼见谈判没用 刚才直接动起了手 此时金科拉的面部开始抽搐 他淡定地站了起来 说出了所有连环杀人狂都会说的话 杀人就是杀人罢了 还需要原因吗 看什么看 不扶你打我呀 刚才彻底愤怒 对着这个孩子一顿不走 此时所长冲了进来 赶忙阻止了刚才 原来金科拉又不在场证明 根本不是杀人凶手 虽然弄死了几条狗 但却并不算犯罪 就这样金科拉的妈妈 大摇大摆地接走了儿子 一旁的所长 只能在车后不停地鞠躬道歉 如今最后的希望也没了 刚才很是失落 他拿着手电筒 再次巡逻了起来 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动 让他来到了废弃的华阳隧道 这是最后一位受害者被发现的地方 此时刚才突然闻到了红塔山的味道 而不远处 一个黑影正躺在女孩沉湿的地方 男人用双手掐着自己的脖子 仿佛在模仿女孩被杀死的场景 扯掉丝袜 勒住喉咙 一切动作是如此的驾轻就熟 男人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刚才很确定 眼前的家伙就是杀人真凶 两位一个跑一个堆 喝到了隧道深处 凶手完全失去了踪影 恍惚间 刚才被凶手一砖撞倒 直接倒地不起 此时他的妻子还在家里 等带着丈夫的归来 三小时后 刚才总算醒了 他拖着受伤的身体 迷迷糊糊地向洞口走去 此时隧道的墙壁泛起了悠悠蓝光 男人走出隧道 身后的藤板迅速崩涨 很快便覆盖了整个洞口 刚才不知道 自己从隧道走出的时候 时间已经来到了2016年 转眼间30年就过去了 外面的事件早已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